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五章,第五章讲什么呢? 第五章的开头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叫Igon Value,什么叫Igon Vector 好,那第五章啊,我觉得它最主要的内容是这样 在第四章里面呢,我们讲到Coreordinate System的概念 然后我们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个function 那可能可以把一个function变得更简单 我们在另外一个空间,用另外一个Coreordinate System来看待一个function 可能会让这个function变得更简单 但我们没有讲的事情是说,怎么样找一个好的Coreordinate System 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只说有可能找出一个好的Coreordinate System 让你的function变得比较简单 但是怎么找,没有告诉你怎么找 在过去,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是凭着直觉 看说哪一个Coreordinate System可能是会让function变得简单的 但在第五章呢,会有一个系统化的方法 告诉你说,怎么找出一个可以简化function的Coreordinate System 好,那第五章的范围呢,我们就会讲五之一到五之四 那其实五之四呢,是有加星号的 有加星号是什么意思呢? 有加星号的意思就是考试是不会好的,不过我们还是需要讲一下 为什么呢?因为五之四呢,它是 它是讲这个应用,它是讲Diagonalization 我们会讲一个东西叫做Diagonalization 它会讲Diagonalization的应用 那如果只有讲Diagonalization,却没有讲应用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可以干嘛 所以我们应该要讲一下五之四有关应用的部分 好,那这份投影片要讲的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告诉大家什么是Igonvalue跟Igonvector 然后接下来呢,要告诉大家说 哦,在Igon的这个,Igon是什么意思呢? Igon呢,是这个德文里面呢,unique to和belonging to的意思 那过去呢,Igonvalue或Igonvector 也有人叫做proper value,proper vector 那proper这个意思在这边应该不是把它翻作适当的 而是也是翻成是独有的 就跟这边Igon一样,Igon是unique to的意思 proper也可以翻成独有的意思 不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这样子的说法了 现在都叫做Igonvalue或者是Igonvector 或者现在都叫Igonvalue跟Igonvector 好,那接下来呢,会告诉大家说 假设已经给定了Igonvalue,怎么找Igonvector 好,那我们会知道在给定Igonvalue的情况下怎么找Igonvector 接下来再告诉你说,那我们怎么确定某一个数字 它是不是某一个matrix的Igonvalue 最后再告诉大家说,如果给你一个matrix 怎么把它所有的Igonvalue通通都找出来 那这个部分呢,对应到课本的5.1跟5.2 好,接下来呢,就告诉大家什么是Igonvalue跟Igonvector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VectorV 有一个scalar浪达 然后你把这个VectorV呢 跟某一个matrixA做相成 我叫个比出来这样子 如果你把V呢,你把这个VectorV呢 跟某一个matrixA相成 然后呢,它会等于V乘上浪达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说V就是这个matrixA的Igonvector 而浪达就是这个matrixA的Igonvalue 然后这个浪达,它对应的Igonvector就是浪达 我发现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能够写耶 很神奇 我把它跳出去,然后再跳进来试试看 不行耶,啊,我知道了,一定是弄成白色,对不对 诶,不是啊 我觉得这个电脑有点怪怪的 等一下重开机好了啦 好啊 我换个颜色,没有换个黑色 还是不行啦 这奇怪啊 突然就好了,就是需要重开机 对啦,就是需要重开机 好,那今天是这样啦 就是如果A乘上V 会等于V乘上某一个Scalar浪达 那这个V呢,就叫Igonvector 那这个浪达呢 就叫Igonvalue 结束 举例来说,我们这边有一个3乘以3的matrix 那我把这个3乘以3的matrix呢 乘上1-11 那这个3乘以3的matrix乘上1-11 是多少呢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一个矩阵跟一个向量怎么相乘的 算出来呢,就是4-44 那4-44是4倍的1-11 所以你现在呢 把这个matrix A乘上某一个V 会得到浪达 浪达这边等于4,会得到浪达倍的V 所以今天呢 这个1-11 它就是一个Igonvector 它就是一个Igonvector 而浪达呢,也就是4呢 它就是一个Igonvalue 这个就是Igonvalue跟Igonvector的定义 好,那这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首先,我们在讨论Igonvalue跟Igonvector的时候 我们只考虑我们的matrix 是正方形,是square的状况 为什么?因为想想看 今天如果一个A它不是正方形的 它乘上任何向量V 都不会变成向量V的浪达倍 因为dimension根本就变啦 所以matrix A如果不是正方形的 你就不会考虑什么Igonvalue Igonvector之类的问题 这是第一件要注意的事 第二件要注意的事情是 当我们在讨论Igonvector的时候 我们是不考虑0vector的 就注意一下哦 就是我们在讨论Igonvector的时候 我们是不考虑0vector的 0vector显然符合上面这个定义 因为假设今天V呢 是一个0vector A乘上0vector 那我们都知道A乘上0vector 它就是等于0vector 所以我可以说 A乘上0vector 等于0vector 乘上任何的浪达 这个浪达可以是任何值 比如它可以等于π 这样子它可以等于π 它也可以等于1兆 它也可以等于-3.6 它可以是任何的值 所以如果今天你把0vector 当作是Igonvector的话 那任何浪达它就都可以是Igonvalue了 那这样就很奇怪 因为Igonvalue其实是一个独特的东西 你给一个 我们之后会告诉你说 给一个matrix 你把它的Igonvalue找出来 但是如果你把0vector 也当作是一个Igonvector的话 那会变成找Igonvalue 这件事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任何值都是Igonvalue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定义上呢 0vector 它不是Igonvector 那这个是一个大家必须要把它记住的定义 好 那我们又说每一个matrix 其实都对应了一个linear的function 或者是我们说linear的operator 所以今天对一个linear operator来说 它的Igonvector或Igonvalue是什么呢 就是你把一个VectorV 带进这个linear的operator里面 它的输出是直接把V乘上浪达费 你把V带进去这个function里面输出 就是把输入的V乘上浪达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V是一个Igonvector 而浪达是一个Igonvalue 当然这边同样 我们必须要考虑输入不为0的状况 0vector它不是一个Igonvector 0vector不能当作Igonvector来看待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举一些Igonvalue跟Igonvector的例子 举例来说这边有一个linear的operator 这个linear的operator呢 叫做share的transform 它的input跟output的关系呢 我们写作这样 当你inputX跟Y的时候 它的output呢就是把X加上M倍的Y 但是Y坐标不变 它只会改变X坐标 它不会改变Y坐标 那你可能一直很难想象说 这个share的transform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就把它的图呢画出来 就假设说现在有一张图 这个图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它里面的每一个pixel 它里面的每一个pixel 就代表了XY坐标上面的一个data point 代表了XY坐标上面的一个点 比如说它的这个是右眼呢 就代表了XY坐标上的一个点 那如果做sharetransform呢 你就是把这张图呢 稍微做一下扭曲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会变成说如果今天呢 这个点呢距离X轴越远 它的变化就越大 因为假设你今天你的这个Y的值越大 那加上M倍的MY的时候 你的差异就越大 所以今天如果一个点呢 它距离X轴越远 那它在 它距离X轴越远 它在X轴第一个element的变化就越大 那如果今天某一个向量 它是平躺在X轴上的 也就是说它Y轴的坐标根本是0 它的Y坐标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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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某一个向量它的Y坐标根本就是0 那做完ShareTransform以后 这个向量跟原本的向量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向量它就是一个eigenvector 为什么它是一个eigenvector呢 因为我们把蓝色这个向量 带到ShareTransform以后 得到的结果仍然是它自己 也就是说你把V 假设这个向量叫做V 带到这个拳凤7里面 得到的output呢 是一倍的V 还是V自己 所以V呢 这个蓝色的箭头呢 它是一个yigenvector 而这个yigenvector的yigenvalue是多少呢 这个yigenvector的yigenvalue呢 它就是1 好 刚才举的是ShareTransform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function呢 我们叫它的工作就是做reflection 它是对y等于2分之1x 这条斜线做reflection 那这个时候呢 假设你有一个vectorB1 这个vectorB1 它是落在y等于2分之1vector 2分之1x的这条斜线上面 那你把B1 带到这个reflection的 你的这个functionT里面 那你的输入会跟输出是一样 这个时候呢 你的B1 它就是一个eigenvector 而它的eigenvalue就是1 如果我们现在把B2 带到这一个reflection的function里面 假设B2跟y等于2分之1x是垂直的 假设B2跟y等于2分之1x是垂直的 我们把B2带到这个function里面 它的输出会是-B2 那B2它也是一个eigenvector B2也是一个eigenvector 而它的eigenvalue呢 就是-1 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 假设你有一个reflection的operator 这个reflection的operator 是跟y等于2分之1xdata直线做reflection 这时候 根据这个图上的例子 B1是一个eigenvector 它的eigenvalue是1 B2也是一个eigenvector 它的eigenvalue呢 是1-1 那这边呢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把一张图做放大和缩小的例子 举例来说呢 这个是玉板美琴啊 这个是一个玉板美琴 玉板美琴大家应该知道啊 而电池炮是这样子 对不对 为什么 这个等一下下课再解释 好 然后这个是玉板美琴啦 我们假设这张图片上的每一个pixel 就是xy坐标的一个点 那你把这个每一个xy坐标上面的点呢 都做expansion的话呢 就是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你把这上面的每一个点xy呢 通通都乘上2002 这个 就你把这上面的点呢 每一个点的xy 都乘上2002这个transform 那你就是把这个image呢 做expansion 那如果你把上面的每一个vector呢 都乘上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黄色的vector 你把这个vector呢 乘上0.5,0,0,0.5 那它就缩小了 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对大家来说 应该都是非常直觉的 那对这个expansion 跟这个compression 这两个成分来说 它有哪些的 eigenvalue 它有哪些的 eigenvector呢 你会发现说 对expansion 跟compression来说 所有的vector 都是 eigenvector 所有的vector 都是 eigenvector 为什么 因为你随便拿一个xy 跟2002这个matrix 做相乘 你得到的结果 都是两倍的xy 对不对 这个应该不需要说明 而都是两倍的xy 都是xy 所以任何vector 对expansion来说 都是 eigenvector 任何vector 乘上expansion的这个matrix 它都会变成两倍的自己 那任何vector 乘上这个compression的matrix 它都会变成二分之一倍 也就0.5倍的自己 所以任何vector 都是 eigenvector 但是对expansion来说呢 它的 eigenvalue是二 对compression来说呢 它的 eigenvalue是0.5 所以虽然说 对expansion跟compression 来说这两个function 它们的 eigenvector 是一样的 但是这些 eigenvector 和对应的 eigenvalue 是不一样的 那在做这张图的时候呢 我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一直觉得这条线 看起来感觉好像是比这条线还要长的 但它们事实上 是不是真的是比较长的呢 我们就来问一下大家的看法吧 你觉得上面这条线比较长的同学举手一下 你觉得下面这条线比较长的同学举手一下 没有 你觉得它们其实一样长的同学举手一下 好 有同学觉得它是一样长的 我实际上聊一下发现 下面这条线 其实还是比较长的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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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就这样子 这是个无聊的记忆冲击 你回去自己拿那个 我忘了把抽一篇放到我网站上 等下放上去你自己量看,下面那条线其实是比较长的,这不是一个错觉,它确实是比较长的。 你回去自己量看,我怎么没有骗你。 好,那再来的问题是说,是不是所有N乘以N的Matrix或是Linear Operator,它都有IgonValue或IgonVector呢? 答案是不是,不是,答案是不是,你可以找到一些Function,找到一些Linear的Transform,它是没有IgonValue和IgonVector的。 怎么说呢?实际上,旋转这样子的Linear Operator,它就没有IgonValue或者是IgonVector。 实际上,这个图是宝多六花,但这个宝多六花它其实在Cosplay小鸟游六花。 我知道没有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这个是六花在Cosplay六花,虽然我知道大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不过没有关系。 好,把这张图片做旋转,我们做一个旋转的Operation,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会发现说,旋转的这个Operation,把任何的Vector做旋转,都不会变成它自己。 好,比如说呢,这边有一个黄色的Vector,有一个蓝色的Vector,做旋转以后呢,它们的位置就变了,它不会变成自己的N倍。 任何Vector做旋转以后,都不会变成自己的N倍。 所以我们知道说Rotation这个Operation,它是没有IgonValue跟IgonVector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怎么找出IgonVector? 在假设我们已经告诉你IgonValue的情况下,怎么找出IgonVector? 好,那这边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说,每一个IgonVector,它都对应到一个Unique的IgonValue。 每一个IgonVector,它都对应到一个Unique的IgonValue。 那这个很直觉,就不需证明,直觉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每一个IgonValue,它可以对应到无穷多的IgonVector。 所以一个IgonVector,它就会对应到一个IgonValue。 那一个IgonValue,它会对应到无穷多的IgonVector。 怎么说呢?这边就随便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有一个Matrix A,然后我这边呢,有两个Vector。 一个是V,一个是U。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A跟V相乘,得到-100。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呢,这个V,它确实是一个IgonVector。 因为V乘上A,会等于-1倍的V。 所以V是一个IgonVector,而对应的IgonValue就是-1。 那我们把U乘上这个Vector,乘上这个Matrix,我们发现我们得到的结果呢,是0-11。 所以把U乘上这个Matrix,得到的结果呢,是-U。 所以呢,U也是一个IgonVector, 它对应的IgonVector,它对应的IgonValue也是-1。 所以同样的IgonValue-1,它可以对应到100是一个IgonVector, 01-1也是一个IgonVector。 那事实上,你要了解说一个IgonVector,一个IgonValue,同一个IgonValue, 可能有无穷多个IgonVector,这件事情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假设我们已经知道说,100它就是一个IgonVector, 它对你的IgonValue是-1。 那你其实把100随便除个值,比如说把它除2,把它除2。 100这个Vector,它也会是一个IgonVector, 它的IgonValue一样仍然是-1。 所以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说,同一个IgonValue, 会有很多不同的IgonVector。 好,那再来个问题来了, 今天呢,今天呢,对应到同一个IgonValue, 对应到同一个IgonValue的IgonVector, 它们是不是一个IgonValue呢? 我觉得一个IgonValue,它对应到无穷多的IgonVector, 因为我这边把这个IgonVector除2,是一个新的IgonVector, 它对应到同一个IgonValue,除3也是同一个IgonVector, 也是新的IgonVector对到同一个IgonValue, 除Hi也是一个IgonVector对到同一个IgonValue, 所以有无穷多的IgonVector, 和这些无穷多的IgonVector统统集合起来, 它是不是一个Suspense呢? 给大家三秒、五秒钟的时间想一下。 你觉得它是一个Suspense的同学,举手一下。 好,有些同学觉得是。 你觉得它不是一个Suspense的同学,举手一下。 有些同学觉得它不是。 好,那就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记不记得Suspense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说,假设V是一个在Suspense里面, 那C倍的V也应该在Suspense里面。 那如果我们今天说V是一个IgonVector, 假设A乘上V等于浪达贝的V, 假设A乘上V等于浪达贝的V, 代表V是对应到浪达贝的一个IgonVector。 那现在呢,把A乘上C倍的V, 那是不是等于C倍的A乘上V? 然后呢,A乘上V又可以写成浪达V, 而A乘上V又可以写成浪达V, 所以你得到C倍的浪达V。 然后呢,你再把浪达跟C呢,交换一下, 变成浪达呢,乘上C乘上V, 浪达呢,乘上CV,CV。 所以显然呢,C乘上V, 它是一个IgonVector, 它是A的IgonVector, 它对应的IgonValue也是浪达, 所以它符合这个SUSBASE的其中的特性。 那再来,如果今天SUSBASE的另外一个特性是, 如果A跟U都是对应到浪达的IgonVector, 所以A乘上U也等于浪达U。 那你把A乘上V加U, 把A乘上V加U。 那这个我就懒得证明了,你想想看, A乘上V加U,它显然你会最后就会发现说, V加U它也是A的IgonVector, 它也对应到同样的IgonValue。 所以,这样提示完了,我们再问一次吧。 你觉得同一个IgonValue, 它的IgonVector, 所形成的这个Vector set, 它是一个SUSBASE的同学举手一下。 它是一个SUSBASE的同学举手一下, 它不是一个SUSBASE的同学举手一下, 还是有同学觉得不是SUSBASE。 你觉得为什么不是SUSBASE呢? 对,没错,就是它没有零像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现金, 它不是一个SUSBASE。 它不是一个SUSBASE。 为什么?因为我们说, ZERO Vector不是一个IgonVector, 所以ZERO Vector不是一个IgonVector。 所以,所有的IgonVector所形成的集合, 不可能是一个SUSBASE, 因为你没有ZERO Vector。 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有人随便出一个是非题, 问你说,所有对应到存在IgonVector所形成的集合, 是不是这个SUSBASE? 不是,因为没有包含ZERO Vector。 好,那接下来啊, 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 同一个IgonVector所对应的IgonVector所形成的集合呢, 长什么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假设说, 浪达是Matrix A的IgonValue。 那我们把所有对应到浪达的IgonVector呢, 把它找出来。 怎么把所有对应到浪达的IgonVector把它找出来呢? 你就按照IgonVector的定义。 这些对应到浪达IgonVector, 它们乘上Matrix A以后, 应该要等于浪达贝的V。 好吧,这些V呢, 乘上A以后呢, 要等于浪达贝的V。 然后就做一下一项, 把右边的式子呢, 挪到左边来。 所以AV-浪达V等于0。 然后接下来呢, 把浪达V呢, 改成浪达乘以Identity Matrix再乘以V。 那这个步骤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浪达V等于浪达乘以Identity Matrix再乘上V。 我想这对大家来说应该没有问题。 然后把V提出来。 所以A-浪达乘上Identity Matrix, 再乘上V会等于0。 那这边要强调一下, A-浪达乘以Identity Matrix, 它是一个Matrix。 让大家了解吧? 就是假设你有一个Matrix A, 它长这样子。 那我们把它对角线Element都写出来, 用圈圈来表示。 用圈圈来表示。 那A-浪达Identity, 乘上Identity Matrix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把A这个Matrix, 它对角线上的每一个Element都减浪达。 对角线上每一个Element都减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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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atrix的大小其实不变, 所以A-浪达乘以Identity Matrix, 还是同样大小的A, 只是它会把对角线的部分统统减掉一个浪达, 得到一个新的Matrix。 那Igenvector是什么呢? Igenvector就是这一个式子的Solution扣掉, 这边还特别用红字, 扣掉Zero的Vector。 也就是说, 这一个式子它的Solution扣掉Zero的Vector, 就是你的Igenvector。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对应到浪达的Igenvector, 它锁成的集合长什么样子呢? 它锁成的集合就是A-浪达In的这个Matrix 的North Space, 那这个就是定义嘛, 大家应该还记得North Space是什么吧? 这个V, 它就是North Space里面的一个Vector。 所以A-浪达In的North Space, 扣掉ZeroVector, 就是对应到浪达的Igenvector。 接下来呢, 我们定义一个东西叫做Igenvector。 什么是Igenvector呢? 浪达的Igenvector, 就是A-浪达In的North Space, 加上ZeroVector, 就变成Igenvector。 所以Igenvector里面并不是所有的Vector, 都是Igenvector, 因为ZeroVector不是Igenvector。 但是, 我们为了要让以下的讨论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说, 每一个浪达, 它都对应到一个Igenvector。 那Igenvector是什么? Igenvector是, 所有的对应到浪达的Igenvector, 加上0, 把它组成一个Space。 这个Space, 就是浪达所对应的, 让浪达这个Igenvalue, 所对应的Igenvector。 好, 这样大家这个有问题吗? 我知道这个听起来, 你可能如果第一次听到, 哇,搞什么, 这样把0拿掉, 然后又一直塞进去。 那定义就是这样子。 好, 大家OK吗? 好, 如果没有人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继续。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刚才是说, 给你一个Igenvalue, 你已经知道怎么找Igenespace。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怎么确定一个Scalar, 它是不是一个Igenvalue呢? 那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看它的Igenspace长什么样子。 而如果某一个值浪达, 它的Igenspace里面只有0Vector, 那这个浪达它就不是Igenvalue。 如果这个浪达它的Igenspace是有0Vector以外的东西的, 也就是它有Igenvector的, 那这个浪达就是一个Igenvalue。 所以很简单, 就是一个Igenvalue。 就是你怎么要知道某一个浪达, 它是不是一个Igenvalue呢? 那你就看一下它的Igenspace的Dimension。 如果某一个数值浪达, 你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 然后你想要知道A有没有, 浪达是不是A的Igenvalue, 那你就计算A-浪达In, 然后找它的Northspace。 如果你发现你找出来的Northspace, 它的Dimension是0, 也就是说这个Northspace里面, 只有0的Vector, 那代表说没有Igenvector, 就代表说浪达不是Igenvalue。 就这样子。 好,那这边呢, 就是举一个例子, 来告诉大家说, 那接下来, 不过这边有一件事可以提醒大家一下, 那你可能会问说, 那我怎么知道现在的Northspace 是不是Dimension是不是0呢? 我怎么知道现在的Northspace 是不是只有包含0Vector呢? 那你就要用我们之前学到的检查, 检查那个Suspense大小的方法。 举例来说, 你可以说, 如果今天A-浪达In, 它里面的Vector都是Independent的, 而如果A-浪达In, 里面的Vector都是Independent的, 那就代表说, Northspace一定只有0Vector, 这个时候浪达呢, 就不是Igenvalue。 如果今天浪达是Igenvalue的话, 那A-浪达In, 它的Color都会是Dependent的, 这个时候Northspace的Dimension 就会大于0Vector。 所以你可以去, 借由CheckA-浪达In的性值。 比如说, 你Check它的Color, 是Dependent, 还是Independent的, 那就可以知道Northspace的大小。 好, 那这边呢, 就只是一个范例, 我们现在来检查说呢, 3跟-2, 是不是下面这个LinearOperator的Igenvalue。 那这个Linear的Operator呢, 它当然是对应了一个Matrix, 那我们把这个MatrixA写出来, 就是0-2-3-1。 那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Check说, 假设你要Check3是不是Igenvalue, 那你就先把A-3倍的In 这个Matrix拿出来, 然后看看这个Matrix长什么样子。 这个Matrix长什么样子呢? A-3倍的In, 它这个Matrix呢, -3倍的In的意思就是, 把A的Digono的地方都-3啦, 所以-3, 所以这是-3, 这是-3, 1-3是什么? 1-3-2, 好, 这边呢, 不是对角线的地方变, 这是-2, 这个是-3, 好, 那这个Matrix, 它的North Space, 有多大呢? 那如果今天不是一个3, 不是一个2乘以2的Matrix, 是更大的Matrix, 你就做, reduce做A-4, 看看它的Column是Dependent的, 还是Independent, 或者是就check一下它的Rank多大,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North Space有多大。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2乘2的矩阵, 那因为非常简单, 所以你就用眼睛看一下, 你就用眼睛看一下, 用眼睛看一下它的North Space长什么样子呢? 它的North Space就是落在这一条线上, 落在这一条线上, 所以在这条线上, 所有的Vector都是Igon Vector, 那这些Igon Vector对应的Igon Value就是3, 所以3是Matrix A的一个Igon Value。 那-2呢? 你就做一下, 你就计算一下, A加上两倍In, A加上两倍In的North Space什么呢? 把A加上两倍In算出来, 对角限加2, 所以是2,3, -3, -2,这样。 你可以做reduce做A-4, 找出它的North Space, 但这边也不用那么麻烦, 这个用直觉判就知道说它的North Space是什么, 直觉判就知道说它的North Space呢, 是落在E1的这个Vector所指的这个方向上, 落在E1的这个Vector所指的方向上, 所以E1是2的一个Igon Vector, -2, -2也是, 不太说错了, E1是-2的一个Igon Vector, -2, 也是-2的一个Igon Vector, 所以-2是一个Igon Value, 它对应到的Igon Vector都落在这一条线上面。 好, 这个是给你一个Igon, 只有给你一个数值, 怎么确定说它是不是Igon Value。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更进一步的问说, 怎么把, 这边还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说什么呢? 这个例子是这样, 这个例子是要check说, 3呢, 假设给你一个数值3, 它, 是不是B的Igon Value。 那如果它是B的Igon Value的话, 你能不能够把它的Igon Space, the basis, 把它找出来。 好,怎么做呢? 首先check3呢, 是不是B的Igon Value。 那你就计算一下, 你就做一下B-3倍的I3。 那B-3倍的I3得到什么样的值呢? 对角线的地方都减3, 所以这个是0, 这个是负2, 这个是负2, 然后呢, 这个是负2。 好,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检查这一个matrix, 它的North Space有多大。 那你可以有N种不同的做法。 举例来说, 这个matrix的column是dependent的, 还是independent的呢? 你一看就知道显然是dependent的, 对不对? 这个不是B的, 这个是B-3倍的In, 因为这边有0 vector嘛, 所以它显然是dependent。 那因为它是dependent的, 所以它的North Space, 不会只有0 vector, 还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Igon Value。 或是你有其他N种看法, 比如说, 我们在chapter 3学过determinant, 这个matrix的determinant的值是多少呢? 如果你按照determinant的covector expansion的式子的话, 一算就知道是0, 为什么? 只要有某一个row或某一个column为0, determinant算出来一定是0。 determinant算出来是0, 是什么意思呢? determinant算出来是0, 代表这个matrix是noninvertible的, 对不对? 代表它是没有办法inverse的。 noninvertible的matrix, 它的North Space, 会有包含0 vector以外的vector。 所以我们知道说, 3它是一个Igon Value。 总之你有N种方法, 可以check说3是不是一个Igon Value, 反正你只要找出A-1的North Space, 是长什么样就是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实际的把它的North Space找出来, 那这边呢, 就是做一下Reduce Row HLF, 好, 那把B-3倍In的Reduce Row HLF算出来, 长得是这个样子。 好, 那你把Reduce Row HLF算出来以后呢, 你就可以找这一个式子的, 你就可以找这一个式子的, 那个parametric的representation, 它的solution的parametric的representation。 那这个formulation呢, 它的solution呢, 可以写成X1乘以100, 加上X3乘以011。 所以就知道说, 3这个Igon Value, 它的Igenspace有两个basis, 它的Igenspace的basis就是100跟011。 你把100跟011做Linear Combination, 可以得到所有的Igon Vector, 再扣掉Zero Vector, 就是Zero Vector, 不是一个Igon Vector。 好,讲到这边, 大家有问题要问了吗? 好,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阶段就是, 刚才是给定了数字, 要你找出, 要请确定它是不是一个Igon Value。 那接下来就是, 给你一个matrix, 把所有的Igon Value, 通通都找出来。 那接下来问题就是, 怎么把所有的Igon Value, 通通都找出来呢? 怎么把所有的Igon Value, 通通都找出来呢? 假设某一个Scalar T, 它是Matrix A的Igon Value。 那这个Scalar T, 它应该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们知道说, 如果T是一个Igon Value的话, 那就存在某一个向量V, 这个向量V不等于0, 使得A乘上V等于T倍的B。 那根据我们刚才讲过的式子, 是把TB呢, 你可以挪到左边, 所以A乘上V, 减T乘上V等于0的Vector。 或者是, 我们可以把这个V前面呢, 乘上一个Identity Matrix, 所以我们知道说, A, 减掉T倍的Im乘上V, 等于0的Vector。 而这个Formulation, 应该要有一个non-zero的Solution。 如果这个Formulation的non-zero solution, 代表T呢, 它是一个Igon Value。 好, 所以我们知道说呢, A-TiN, 它要有non-zero的Solution, 但是因为这个式子, 它一定有0的Solution。 所以意思就是说, A-TiN, 它要有多个Solution, T才会是一个Igon Value。 那如果A-TiN, 它要是有Motable的Solution,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那就代表很多的意思, 如果A-TiN这个Matrix, 它的Column都是dependent的。 如果A-TiN的Matrix, 它的Column都是dependent的, 代表说, 这个A-TiN乘上V, 等于0这个Homogeneous的Equation, 它有Motable的Solution。 那或者是代表A-TiN, 它是non-invertible的。 A-TiN它的Column是dependent, 代表A-TiN这个Matrix, 它是不能invertible的, 它是non-invertible。 那一个non-invertible的Matrix, 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一个non-invertible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等于0。 就这样。 所以,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Matrix, 它的determinant, 一个A-TiN, 它的determinant, 是否等于0这件事情, 来检查T, 是不是一个 eigenvalue。 所以, 如果你给你一个Matrix A, 你想要把它所有的 eigenvalue 都找出来, 你其实就是解下面这个equation, 你把T当作是位置数, T当作是位置数, 解下面这个equation, 解出来所有可能的解, 所有可能的T, 就是你的 eigenvalue。 那这边呢, 就是举一个例子, 假设随便给你一个Matrix A, 这个Matrix A呢, 它等于-4-3-3-6, 随便给你一个Matrix A, 好, 那这一个Matrix A, 它, 我们要找出它的 eigenvalue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要找出这个Matrix A的 eigenvalue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Matrix A, 减掉TIN的determinant, 等于0这个式子列出来, 然后解出所有可能的solution t, 解出所有可能的solution t, 你就找出所有的 eigenvalue了。 所以, 我们就把A-TIN先写出来, A-TIN呢, 就是把对角线的地方都减t, 把原来A对角线的地方都减t, 然后把determinant的式子列出来, determinant的式子如果是2乘2的话, even不用perfector expansion, 因为你是有倍公式的, 你就把这个它乘它, 减掉它乘它, 所以你把-4-t乘上6-t, 再减掉呢, -3乘3, 得出来呢, 做一下整理, 得到t加3, t-5, 这个都是国中数学。 好, 那这个式子呢, 要等于0, 所以这个equation有两个解, 一个是-3, 一个是5, 所以我们知道说A这个matrix, 它有两个 eigenvalue, 一个是-3, 一个是5, 就这样。 好, 那这边呢, 其实有一个神奇的事情, 这个神奇的事情并不是巧合, 我们来算一下A的determinant是多少好了, A的determinant, 你能不能算出A的determinant是多少呢? 你能不能算出A的determinant是-15, -15, 没错, 它是-15, 你就是把-4乘上6, 减掉-3乘上3, 所以得到-15, -15在什么地方有出现过呢? 你把-3乘上5, 把两个 eigenvalue相乘, 也是-15, 这个并不是巧合, 所以一个matrix它所有 eigenvalue相乘, 会等于这个matrix的determinant, 不是, 就是我们在找 eigenvalue的时候, 我们是解算A-tin的determinant, 但是找出来的 eigenvalue, 会是A的determinant, 就是这么神奇, 但这个没有很难证, 这个之后我们有时间在证, 课本可能是后面习题可能是有, 内文是没有提到这个东西, 这个之后我们再证。 好,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发现, 另外一个神秘的东西是这个样子的, 你可以计算A的trace, trace是什么? trace就是把对角线的直相加, 就是trace, 好, 把对角线的直相加, 在这边对角线的直相加是多少呢? 对角线的直相加等于2, 好,等于2, 那其实-3加5也等于2, 所以一个matrix的trace 会等于所有 eigenvalue 的核, 这样, 这个之后再证明, 那你可能会问说, 这个有什么用呢? 这个的用处是这样啦, 我觉得这个用处是帮你check你的答案算了, 对不对? 就考试的时候如果出个题目, 叫你找 eigenvalue, 你找出来以后你不知道你算的对不对啊, 你可以就用A的determinant跟A的trace 去check一下说你算出来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算出A的determinant, 它应该要等于 eigenvalue的相乘, 你算出A的trace, 它应该要等于 eigenvalue的相加, 而算出来不是这样子的话, 那代表你 eigenvalue求错了, 或者是你trace或determinant算错了, 这样。 好, 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 我们十分钟后再回来。 好, 刚才我们说呢, 呃, 刚才前一堂课讲到说, 给你一个matrix A, 怎么找它的 eigenvalue呢? 你就把A-tin的determinant等于0呢, 这个equation把它解出来, 你把它解出来, 你就可以找出A所有的 eigenvalue, 那在我们给的这个第一个例子里面, 给你一个matrix A, 这个matrix A呢, 它的 eigenvalue是-3跟-5, 那你要知道你有沒有算的对, 我们说有, 你可以check一下A的determinant跟A的trace, 你就可以看说你有沒有算的对。 好, 那你接下来呢, 你可以为每一个 eigenvalue都找出它的 eigenspace, 怎么找出每一个 eigenvalue的 eigenspace呢? 因为假设我们已经确定-3是一个 eigenvalue, 那它的 eigenspace就是A-3倍的i, 也就是A加3倍的i乘上x等于0, 这个equation的solution, 这个equation的solution就是-3的 eigenspace。 同理, 如果你要找出5这个 eigenvalue的 eigenspace, 那你就把式子A-5倍的in乘上x等于0写出来, 它的solution就是5的 eigenspace, 就这样。 好, 那这边呢, 就不实际算一下, 这个实际算起来蛮麻烦的, 你就自己算算看, 算出来, 看你算出来呢, 对不对。 好, 那这边呢, 是另外一个例子, 那假设现在给你一个linear的operator, 给你一个linear operator长这个样子, 那要叫你找出这个linear operator的 eigenvalue, 那怎么办呢? 首先你要把这个linear operator背后对应的matrix先找出来, 它背后对应的matrix呢, 是A, 长的是这个样子, 是一个3乘以3的matrix。 接下来呢, 你就把式子A-tin的determinant等于0这个formulation, 把它写下来。 那A-tin的式子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把原来A这个式子, 它对角线的地方都-t, 都-t, 都-t, 好吧, 对角线的地方都-t, 然后取它的determinant。 那determinant长什么样子呢? 它的determinant, 其实就是把对角线这三个-1-t相乘, 就是它的determinant。 怎么知道呢? 你就, 你有很多做法啦, 你可以带一下cofactor expansion的公式, 你也可以算一下你高中时候背过的3乘以3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的公式。 我记得3乘以3的matrix, determinant的公式就是把这三个乘起来, 然后再把这三个乘起来, 不过有0, 所以就不要管它, 把这三个乘起来, 也有0, 不要管它, 然后减掉这三个乘起来, 有0, 不要管它, 减掉这三个乘起来, 有0, 不要管它, 减掉这三个乘起来, 有0, 不要管它。 这样你得到的结果就是负1减掉t的三次方。 好, 那你的solution是什么呢? solution就是t等于负1, t等于负1, 就是你的solution。 所以今天这一个linear的operator, 它只有一个IgonValue, 而这个IgonValue的值呢, 就是负1。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刚才有讲过说, rotation这个东西, rotation这个linear的operator, 它是没有IgonValue的。 那我们之前是用想的, 在直觉上知道说, rotation是没有IgonValue的。 那如果实际上你要检查, 用刚才那个determinant等于0的方法去检查, rotation有没有IgonValue的话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把rotation这个linearoperator, 它背后所对应的matrix把它列出来。 rotation转90度, 我想说我们考虑转90度, 转90度, 转90度这个operator, 它背后对应的matrix, 长什么样子呢?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现在有一个vector, 摆在这边, 它是xy, 而如果xy, xy转90度以后, 它的坐标会变成怎样呢? xy, 转90度, 转90度, 就是坐标会变成怎样呢? 你要把x跟y对掉, 对不对? 你要把x跟y对掉, 所以先写y再写x, 然后接下来其中一个要乘上负号, 谁要乘上负号呢? 感觉应该是前面这个要乘上负号, 对不对? 就这样, 好, 这个大家有问题吗? 做90度转, 这个是顺时钟转90度, xy就变成负yx, 好, 所以xy变成负yx, 这件事啊, 它的rotation这个matrix, 你可以写成0-110, 因为把xy乘上0-110, 会等于什么呢? xy乘上0-110, 就得到负yx, 好,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求这个rotation matrix0-110, 它的determinant, 怎么求它的determinant呢? 你就把这个matrix呢, 减掉ti2, 然后求它的determinant, 好, 那我们呢, 就把这个对角线的地方呢, 减T, 减T, 然后求它的determinant, 那determinant的式子, 就是把负T乘上负T, 减掉负1乘上1, 负T乘上负T, 等于T平方, 减掉负1乘上1, 就是加上1, 好, 接下来呢, 解这个equation, 解这个equation, 那这个equation, 它没有实数解, 对不对? 这个equation, 这个determinant等于0, 这个东西, 它没有实数解, 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它是没有 eigenvalue, 或者是说, 它没有实数的 eigenvalue, 那其实是可以有虚数的 eigenvalue, 所以, 所以这个地方, 你问这个matrix, 有没有 eigenvalue, 是比较ambiguous的, 因为这个equation解出来, 你其实有虚数的解, 所以你可以, 所以其实这个matrix, 就rotation这个东西, 它有虚数的 eigenvalue, 但在我们这一堂课里面呢, 我们只讨论实数的 eigenvalue, 就是了, 虚数的 eigenvalue, 是在有那个新兴的章节里面, 所以不算在这一门课的范围之内, 那考试的时候, 应该都会强调说, 我们要, 就比如说给你一个matrix, 叫你找 eigenvalue, 前面都应该都会强调说, 要找的是real的 eigenvalue, 而不要你找虚数的 eigenvalue, 不要你找负数的 eigenvalue, 好, 所以, 这个equation, 它没有实数解, 它没有实数解, 只有负数解, 它没有实数解, 所以我们说, 它没有 eigenvalue, 所以它没有 eigenvector, 好, 那我们刚才就讲过说, 我们可以用A-tin的determinant, 来确定说, A有哪些 eigenvalue, 所以A-tin的determinant, 这一个多项式啊, 这一个polynomial, 我们就叫它characteristic的polynomial, 而且它代表了A的某种特征, 所以我们叫它A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那A-tin等于0这件事情, 我们说它是A的characteristic equation, 就上面这个, 它没有等号, 所以它是个多项式, 它是polynomial, 它有等号的话是equation, 好, 所以这个是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这个是characteristic的equation, 那要找出 eigenvalue, 你就是找characteristic的polynomial的根, 找它的根, 找它的root, 找它的根, 或者是呢, 找characteristic equation的solution, 这是同样的事情, 那就可以知道说, 一个matrix, 它有没有 eigenvalue, 它有哪些 eigenvalue, 或者是, 假设你今天要人家问你的不是一个matrix, 而是问你一个linear的operator, 那你一样可以说, 呃, 假设A是linear operator T的standard matrix, 它背后对应的那个matrix, 那determinant A-tin, 就是linear operator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determinant A-tin等于0, 就是这个linear operator的characteristic equation,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稍微讲一些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的特性, 首先第一个就是, 在讨论 eigenvalue, 进入讨论 eigenvalue的章节以后呢, reduced raw h2o form就作用不大,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1到4章的时候, 这个reduced raw h2o form作用很大, 但是, 讲到 eigenvalue的时候, reduced raw h2o form作用不大, 因为, 一个matrix跟它的reduced raw h2o form, 它们并没有同样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它们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呢, 你要证明, 太简单了, 怎么证呢? 你就, 胡乱举个反例, 就, 就结束了, 就这样子, 那怎么胡乱举个反例呢? 举例来说啊, 举例来说, 我们想一个, 呃, 我们想一个例子是这样子的, 我们有一个linear operator, 他是对x轴做reflection, 对x轴做reflection, 假设有一个operator, 是对x轴做reflection, 你可以想得出它有哪些 eigenvalue吗? 就是1跟-1, 对不对? 因为, 要嘛就是, x, 你的vector呢, 落在x轴上, 做完reflection以后还是它自己, 所以, 这一个对x轴做reflection的matrix呢, 还有1跟-1, 两个 eigenvalue, 这个可以对x轴做reflection的matrix, 它的standardmatrix, 你写得出来吗? 它对应的matrix, 你写得出来吗? 应该, 嗯, 非常的容易, 对不对? 就如果输入是xy, 输入是xy, 那输出是什么呢? 输出就是把y乘三个负号, 变成x-y, x-y, 好, 那它对应的matrix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对应的matrix呢? 应该就是, 这个, 100-1, 对不对? 好, 那, 但是这个matrix, 100-1, through reduced-law h12-form,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会变成identity matrix, 会变成identity matrix, 也就是, 100-1, 为什么它变identity matrix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实际拿这个东西算一下, 就变成identity matrix, 要不然你也可以想说, reflection这个东西它是invertible, 一个invertible的operator, 它对应的matrix做完, reduced-law h12-form以后会变成identity matrix, 总之, 它的reduced-law h12-form是identity matrix, 那它有1跟-1, 两个eigenvalue, 但是identity matrix有哪些eigenvalue呢? 就只有1这个eigenvalue而已, 对不对? identity matrix, 什么东西, 什么identity matrix都是它自己, 所以它只有1这个eigenvalue, 所以你就可以轻易的知道说, 这个matrix, 跟它的reduced-law h12-form, 它们的eigenvalue是不一样的, 它的eigenvalue是不一样的, 且它们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之前就是举了一个反例, 告诉你说, 某一个matrix A, 跟它的reduced-law h12-form, 它们没有一样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所以讨论iigenvalue的时候, reduced-law h12-form,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场, 那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matrix, 会有同样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呢? 神奇的是, 假如两个matrix, 它们是similar的, 那么它们会有同样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有同样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它们有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同样的eigenvalue, 不是同样的eigenvector, 是同样的eigenvalue, 所以两个matrix, 如果它们是similar的, 它们就有同样的eigenvalue, 什么叫做similar的matrix? 我看大家有点困惑, 应该已经想不起来什么是similar的matrix了, 对吧? 什么是similar的matrix呢? 就是说, 如果今天有两个matrix, 有两个matrix A跟B, 那其中你可以把A这个matrix, 左边乘上一个matrix, 比如说p inverse, 右边乘上另外一个matrix, p, 就左右两边乘的matrix互为inverse, 得到另外一个新的matrix, 那这两个matrix, 它们就是similar的, 它们就是互为相似的, 或者你也可以一样写成说, A等于这个p倍的b乘上p inverse, 那A跟B呢, 是互为similar的, 互为similar的, 互为similar, 那这个A跟B, 它们就会有同样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也就是它们会有同样的eigenvalue。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证明, 这个证明是这样子的, 你要证说, A跟B, 它们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是一样的, 很简单, 你就把它们两个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列出来, 然后说它们是一样的, 就结束了。 好,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把B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B-tin的determinant, 跟A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有些A-tin的determinant都列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说, 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 它们是一模一样的。 怎么说它们是一模一样的呢? 我们就把, A跟B之间的关系给它带进去, B等于P inverse乘A乘P, 所以B等于P inverse乘A乘P, 好, 接下来呢, T乘上identity matrix等于P inverse乘上, T乘上identity matrix再乘上P, 这个大家有问题吗? 这个OK吗? 就是T乘上identity matrix, 显然等于P inverse乘上T乘上identity matrix再乘上P, 那这个就是很直觉, 因为I乘上P等于P吧, 然后T可以拿出来吧, 所以P inverse乘上P等于identity matrix, 还是原来自己, 这边它有问题吗? 好, 没有,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因为你发现左边都乘了P inverse, 左边都乘了P inverse, 右边都乘了P, 右边都乘了P, 所以你可能显然是可以把P inverse提出来, 跟P提出来, 所以式子变成这样, 所以, Determinant B才-tin等于Determinant P inverse乘上A-tin, 这个写错啦, 这我忘了改了, 好, 这个A是不存在, 我们把它涂掉, 我们把它涂掉, 好, 所以把P挖到左边, P inverse挖到左边, P挖到右边, 括号里面剩下A-tin, 所以, B-tin的Determinant等于P inverse乘上A-tin, 再乘上P的Determinant, 那按照Determinant的性质, Matrix相乘, Determinant matrix相乘, 等于先取Determinant再相乘, 这个大家记得吧, 这个是Determinant的一个性质, 所以Determinant P inverse乘A-tin, n乘上P, 等于Determinant P inverse, 再乘上Determinant A-tin, 再乘上Determinant P, 而Determinant P inverse跟Determinant P是可以消掉的, 为什么? 因为Determinant P inverse等于1除以Determinant P, 所以, 这两项可以消掉, 只剩下Determinant A-tin, 所以我们知道说, 两个Matrix如果它们similar的话, 它们是有同样的 eigenvalue的, 那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呢? 你可以想想看, 两个Matrix inverse是什么意思? 两个Matrix similar是什么意思? 我们什么时候讲过similar, 我们不是在讲coordinate system的时候讲过similar吗? 所谓similar的意思是说, 两个Matrix它们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只是在不同的coordinate system下面看待的结果, 就举例来说, 假设这个是A, 就是你在某一个坐标系统上, 你在直角坐标系上, 你看到了一个operator叫做A, 那你可以把A换到另外一个坐标系上, 你透过P inverse就把它换到另外一个坐标系上, 换到另外一个坐标系上, 然后呢, 在这另外一个坐标系上, 有另外一个Matrix叫做B, 会进行转换, 然后再把转换的结果呢, 再丢回原来的coordinate system, 一个然后乘上P, 所以A跟B之间的关系, 它们就是这个同一个function, 在不同的coordinate system下面看待的结果, 所以两个similar function代表说, 两个similar metric代表说是同一个operator, 在不同的角, 不同的coordinate system下看待的结果, 所以, 这个时候他们会有同样的eigenvalue这件事情, 并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意外, 对不对, 因为我们讲说, reflection这个operator, 它就是有两个eigenvalue, 1跟-1, 对不对, 你对某一个直线做reflection, 如果你随便拿一条直线, 你对这条直线做reflection, 如果你的vector落在这条直线上, eigenvalue就是1, 如果你的vector落在这个直线垂直的话, 那你的 eigenvalue就是-1, 所以reflection这个operator, 它的 eigenvalue就是1跟-1, 那不管你从哪一个坐标系统来看, 它都是1跟-1, 你如果今天是从, 你把这个东西把它转正, 或者是你歪着头看这个reflection的话, 它的 eigenvalue仍然是1跟-1, 只是它的 eigenvector会变, 所以, 一个coordinate, 一个linear operator, 做完这个coordinate system转换以后, 它的 eigenvalue是不变的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直觉的, 但它的 eigenvector是会变的,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正在这个部分, 大家有问题要问吗? 所以, 两个similar matrix, 它的 eigenvalue是一样的, 其实是很直觉的一件事。 好, 那接下来就是一些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这一个多项式的特性, 那第一个特性是, 这一个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它的order, 大家知道多项式的order的意思吗? 应该知道吧, 这个高中有学过, 对不对? 这个多项式, 这个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这个多项式它的order是n, 它的order是n, 那就假设你的matrix是一个n by n的matrix的话, 假设我们现在要考虑n by n的matrix的 eigenvalue, 那n by n的matrix, 它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它的order, 它的degree呢, 就是n, 为什么? 你就想一下, determinant a-tin这个四字里面, 最高次的像, 就是, 虽然我们不知道a-tin长什么样子, 但是a-tin里面, 最高次的像, 那个t, 那你的位置数, 会被呈n变, 所以, polynomial的degree是n的, 我不知道这样大家能不能够接受, 或者是, 你可以想想看, 我们现在把a这个matrix画出来, 把a这个matrix画出来,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假设它这个3x3的matrix很好, 让你比较好想啊, 但是别的也是一样的, 别的也是一样的, 好, 那它的实际上的值是什么不重要, 我们就随便画个黑色圈圈来表示, 然后我们会在对角线的地方减t, 对角线上的地方减t, t是我们现在这个polynomial里面的变数, 它是我们的equation的位置数, 好, 减t, 好, 那如果你今天要算, 这一个matrix的determinant, 如果是3x3的matrix, 那你就套一下公式, 套一下公式就可以解出来了, 那它总共会有六项, 对不对, 按照3x3的determinant matrix的公式, 它总共有六项, 在这六项里面, 只有这一项, 里面那个t会出现三次, t会出现三次, 那你把这三项连乘起来, 会出现一个t三方, 前面的系数不见得是一, 前面的系数我们先不考虑, 但是一定会出现, 你把它做determinant以后, 你把它做determinant以后, 一定会出现什么东西乘上t三方, 对不对, 一定会出现什么东西乘上t三方, 后面加什么我们也不管, 后面加什么我们也不管, 我们也不管, 但我们知道说, 这个determinant所列出来的, 这个 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它如果是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那它的order就是三, 那如果是一个n乘以n的矩阵, 它的order就是n, 这个大家有问题吗? ok吗? 好, 所以, 那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 对一个n乘以n的矩阵, 它会有多少的 eigenvalue呢? 那我们知道说 eigenvalue, 其实就是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的根, 就是它的根, 那一个order是n的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它的根最多有几根呢? 那这个是高中说学过的, 对不对? 它的根一定是最多n的, 也就是说一个n乘以n的matrix, 它的 eigenvalue的数目一定是小于等于n, 一个n乘以n的matrix, 它的 eigenvalue最多是n, 然后它有可能比n还要小, 为什么有可能比n还要小呢? 因为你在算那个根的时候啊, 它可能会有重根, 如果是重根的话, 你的 eigenvalue的数目就比较少了嘛, 像我刚才举例子的时候, 你有看到那个重根的case, 或者是你有可能有负数的根, 你有可能有负数的解, 你可能有虚根, 虚根就是容数的虚根这样, 这个真的很无聊, 有虚根, 所以你今天你的实数的root, 实数的根啊, 它的数目一定是小于n的, 一定是小于等于n的, 所以一个n结的, 一个order是n的caracterial polynomial, 它的不同的根的数目最多是n个, 那有可能是比n还要小的, 所以它小于等于n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 一个n乘n的矩阵, 它的 eigenvalue的数目是小于等于n的。 好, 那你其实可以把这个characterial polynomial呢, 做factorization, 做factorization, 好像是翻译成因式分解, 对吧, 做因式分解。 好, 那分解出来啊, 你可以解, 你可以假设它的根, 就是, 它的实根就是n1,n2, 到nk, 然后后面呢, 这个夸号点点点, 代表说你有可能会有, 互数的根, 你可能会有虚根。 好, 那这个t-1, 那如果你有n1,n2, 到nk, 这个k个, 这个, 这个 eigenvalue的话, 那你的这个characterial polynomial, 你把它做因式分解以后, 你就可以写出t-ln1的m1次方 t-ln2的m2次方 一直乘到t-lnk的mk次方 这些m这些指数像叫做multiplicity 这个我等一下应该是有列出来的 好 那这个m它不见得等于1 这样它可以是任何的正整数 因为有可能会有重根的情形 所以这些m1到mk它不见得等于1 它可能是大于1的 因为你可能会有重根 好 那今天呢 每一个这个式子啊 就对应到一个eigenvalue 所以现在有eigenvalue 让达1到让达k 那每一个eigenvalue呢 都对应到一个eigenspace 那每一个space 我们subspace呢 我们可以算它的dimension 所以我们也可以算eigenspace的dimension 那这个之后再讲 就是eigenspace的dimension 它的神奇的地方啊 就是它一定会小于它的multiplicity 就是假设让达1对应的这个式子 它的multiplicity是m1 那它对应的这个eigenspace的dimension 就会小于等于m1 就是这么神奇 课本 现在新版的课本 是没有证明的啦 然后旧版的课本 就是第一版的课本 其实是有证这个东西的 我们之后有空再讲 我觉得新版的课本 就是只有放个reference 它就没有证这个东西 给你看 就告诉你说 反正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旧版的课本 是有证明的 想要旧版的课本 就让我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为什么会教线性代数呢 就是我刚来台大的时候 然后每个人就分配到一个办公室 办公室之前一定是有其他人用的 那也不知道是谁用的 然后我就打开办公室的 那里面有一张书桌 现在还在 然后又打开办公室书桌的抽屉 里面就留了一本线性代数 然后我翻开 里面居然还有很多的笔记 不知道是谁留下来的 这个就跟那个混血王子的背叛 里面那个魔药学的课本是一样的 里面有很多的笔记 然后他有特别把这个证明框起来 然后旁边下一个注解写说 非常的神妙 然后就结束了 我有仔细研究那个笔记 但我没有研究出什么特别厉害的东西 那我觉得说我可以教一下线性代数 我随便讲了 就这样子 好 那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性 那这个是比较trivial的 就是假设有一个matrix 它是一个upper triangular的matrix 所以upper triangular angular的matrix 就是说它的对角线以下的部分都是0 那这一种matrix 你要算它的eigenvalue就非常的容易 为什么 因为这种matrix 它的determinant非常容易计算 这种matrix determinant长什么样子呢 这种matrix determinant就是 假设我们以这个matrix为例 它的characteristic的polynomial 就是把对角线的地方都成t 然后再寻determinant 那这个upper triangular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直接把对角线相乘 就直接把对角线相乘 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我们之前在讲determinant的时候 讲过了一个upper triangular的matrix 或一个lower triangular的matrix 它的determinant就是对角线相乘 所以我们现在把对角线相乘 把a乘-t乘上b-t乘上c-t 那这一个polynomial 这个多项式 它的根是什么呢 就是abc 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你今天看到一个upper triangular的matrix 或一个lower triangular的matrix 如果你要找它的eigenvalue 就不要怀疑它的对角线上的值 就是它的eigenvalue结束 所以upper triangular的matrix 跟lower triangular的matrix 你要找它的eigenvalue 是非常容易的